积极和平社区为了让民众能够亲近土地 每年都会在这片土地上举办割道的体验活动 议员也下场亲自示范绑道的技巧 一旁的民众看了直呼好厉害 相关单位表示 每年在这里都会举办趣味的活动 现场不但让民众体验割道绑道的乐趣 还有控谣及很多好吃的美食可以享用 借此来提升社区间的交流 每年我们的收割季的时候我们都会办活动 去年我们就扩大活动就办理 增加一个控谣 然后就让游客来体验割道的体验 然后再做日赛米 然后我们也有做米苔木的试吃 红葡柜的DIY 这一次活动最主要是让旅民来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社区经营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这块土地经营了十几年 大家对这块土地都已经很有感情了 然后我们今年我们争取封管处的预算 来这边帮我们重新再做一个翻修 翻修完之后这边的场地会增加非常漂亮 议员陈昭玉也到场同乐 并且亲自示范割道的技巧 议员表示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古老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 并且连接在地文化 也让小孩子们从中学习到如何懂得惜福 和平社区在每年的那所有的十岁都特别 来办到掛地外的活动 配合到我们的控油 结合整个在地的一个资源 我们看我们这些小朋友大人 这些阿公阿嬷 对着掛地外 种种技术的一个包括张草 或加极其汤或顶顶 大家这些老婆都现身说法 这种老龙的一个智慧 真的就是我们社区文化 最主要远远不断的一个力量 透过这种活动的一个举办 让我们的新的一代小朋友 都能够真的体会到汉滴河下厨 历历皆辛苦的这种古人的一个道理 来参加的民众都玩得很开心 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常常举办 控油是带我们这里的理事 我们这个和平力 所以他来带动这个 带动这里的比较老实 控油里面有陀佳 那些都是我们这里准备的 可以去一趟就开始 都可以知道的人就来了 来就做回大家吃饭 我们是希望的 常常办这个和阿党 现代人的生活都很忙碌 一般人在生活中 是无法体验这样平凡的乐趣 期盼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民众能够亲近土地 也放松心灵 就像回到旧时光斑的轻松自在 民意新闻洪信平 集集采访报道